还是做不到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孟先生28岁来自郑州导演 有请孟先生 孙女士23岁来自郑州 各体有请孙女士 有请 欢迎哈 结婚是两年了是吧 两年多了 21岁就嫁了 可以哈 今天谁要来啊 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就是结婚这么久了 她一直不愿意跟我回娘家 就是要让她回娘家 是这意思吗 就是跟我一块回我家 看看我家人 这么听起来就是 她跟你娘家人的关系 不是特别好是吧 对 娘家住得很远吗 很近两个小时就多 也就几百公里吧 那怎么不去呢 一方面忙呗 另外一方面就是 心里头有点个应 为啥有这种个应呢 其实我们俩结婚之前 都已经说过这个事 就是结婚之后 她不强迫我 跟着她回娘家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婚前 从谈恋爱 一直到结婚 她娘家人 表示出来的那种种种的 不屑看不起 支持不理解 导致我慢慢这个心里头 都开始压抑了 你个小心言子 人家把闺女儿嫁给你 还记这些仇 也不能算是我记仇 要说这些事 要搁谁身上 谁也受不了 啥事你说来听听 我一件一件说吧 说 那我媳妇我说吧 其实在家 挺挺挺 听媳妇话的 我是这样 听话吧 除了这个事 其实我们两个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我们两个 算是一见钟情 突然有一天我在拍戏 她又给我发一短信 我给我爸我妈说 我们俩谈恋爱了 我对象是个导演 然后需要你的身份证 户口本 你爹是谁 你妈是谁 你的名字 你的身份证号 你的职业 你的公司 你的公司的这个 营业执照 然后呢 你纳税许可证 什么什么 全都要 车牌号 你有几套房 房子在哪 是不是买的 有没有按揭 全都要问一遍 让我在短时间之内 必须给她 然后我挺不开心的 这有啥不开心的 因为我在工作 我说你能不能等晚上 她说不行 我妈急着要 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 然后主要她要的 也太细了 我的工作 我父母的工作 我姐 我们全家都要要 然后好像就像 什么坏人一样 我不知道我哪点得罪她妈了 人家就是想了解清楚背景 也没什么 就是方式可能简单粗暴了 是吧 后来给了吗 给了 给都给了你还记仇 不是 这是起因吧 起因 就心里不舒服了 把我当个坏人 是这意思吧 再往后就是 我们两家第一次见面吧 邀请她父母来 我们郑州 可能是我安排了不周 当时我挺不理解 因为啥 我觉得她下来挺方便 我们郑州有一个 像咱们天津 有一个天塔 我们那有个福塔 那是挺有名气的 福塔下边 有个比较高端一点的 这种户外吃饭的地方 然后我媳妇 又喜欢吃小龙虾 虾尾这些 我说既然想吃 咱就找一个郑州最贵的也是 不挺好吗 挺好 然后她父母就不乐意了 吃完之后 闷闷不乐 也不知道咋回事 我还专门叫了 我这个在郑州的好朋友 两个电台主播 两个朋友过来 来作陪 然后回去之后 她妈来了一句 一来郑州都坐到那马路边吃饭 其实不是 不是在马路边 是一个大院里边 也挺好 那环境都挺好 咱认知不一样 对认知不一样 然后就给我落了一个赖名 我一听说这 我说你说 这一顿饭也花一千多块 该喝了进口啤酒也喝 然后咱茅台也喝 得 人家说你看 这都是响下认了清可防止 弄损认 不给你挡回事 其实不是 真不是 我媳妇知道 但是她家里头人就不理 可能想法不一样 也就随口一说 太好不小心被她看到了 然后再去她家 商量商量 说我们什么时候订婚啊 怎么怎么的 周口人呢 规矩比我们郑州还要多 其实我是一个挺喜欢这种文化礼仪啊 什么的 但是一见面 妥了 他们想问 你们家要来多少人 来几辆车 来几个男的几个女的 我们这边要找双辈子来陪 这是我们的闺女 这显然比失业是周到的多 对 然后安排到那儿 他们周口的营兵馆 摆了阵仗也很大 也是茅台 然后也怼上 因为那次我们去的人 就我 我爸 我妈 我媳妇我们四个 回周口了 然后他们那边去了 七八个 这不挺好吗 一家人吃个饭吗 过去挺好的 是挺好 感慨是氛围都挺好 然后聊着聊着氛围就变了 咋了呢 因为就我爸喝酒 我得当司机嘛 然后开始灌酒 就拿人家分酒器开始喝 这个老孟我们也不会喝啊 我们喝一口 你喝完 就这样 他说来我们周口 我们就这规矩 然后咔人家喝一下 来 你得愁了 让他愁了呗 都这样 七八个人 净 搁谁谁 受得了 好 这一圈下 好马 这一 这一壶 将近三两吧 这 接二连三 出两三壶 我爸就受不了 我爸今年都六十二了 那年六十 搁谁谁 心里都不心疼 心疼心疼 然后我给媳妇说 我说了 你跟你妈说 这边咱们 我们都该走了 这也差不多了 我看我爸喝了半斤多 也差不多 晕晕乎乎的 然后我媳妇给他妈一说 他妈没说话 他大姨 二姨直接撂我媳妇一话 你小屁孩 你懂啥 你别管 这是大人的事 人家就是要给他赶烦 当时脸就红了 就对我媳妇都吼了 然后我一听见这 我当时都恼了 我说你这明显的 就是欺负人的 我就看不惯这种人 你凭什么 你欺负我可以 你欺负我爸 我就不认了 人家是表示一个热情 他太热情了 然后就 接二连三的惯 他们那样的 哎一喝 尴尬啊 他们还到呢 我 我亲眼看见 然后我媳妇也知道 关键他们是车轮战 七八个男的 对我爸一个 但是我们那天来 这么多人 也是想表达一下重视 对对对 总比在街边 吃点东西好得多 对吧 后来呢 后来 这还没建成 因为当时 喝多了 没有聊成 就是说今天不聊这个事 不聊他俩在一起 不在一起的事 不管 不说咱就先喝酒 然后后来又去 开始开价钱 很简单 开什么价钱 就是说我要取他 我得给他加钱 哦 聘礼 聘礼 都有 然后我们郑州那边的 正常都是万里挑一 一万零一块 一万零一百这样 比较吉利 然后他说我们这也是 我们这是百里挑二 俺爸说啥意思 一百二十万 起价 你开始网上添 然后还得有车 有房 得写到他名价 主要还不是他父母说 是谁说的 是他二姨的丈夫 二姨父 他说的 然后我说这事 为啥你来说 他说我就管了 主要是我是单亲家庭 然后 我是我妈养大的 对 然后我也是这些亲人养大的 他们是我衣食父母 听明白了 等于一百二十万 对 还得有车 还得有车 车有标准吗 车没标准 什么车都行 几十万以上吧 还要 那还是有标准 对 落差比较大 落差比较大 从万里挑一 到百万挑二 那是真的不一样 后来呢 给没给啊 没给嘛 肯定不能 没给不就行了吗 哎呀 这就是我 人家是拔个面 按老百姓的话说 这走个过场就完了 对吧 后来我们就是说 订婚的时候 就去他老爷家 咋说了 就是到他老爷家之后 他老爷在那打麻将的 在那玩了 他叫欣欣嘛 然后欣欣的男朋友 还有他这个公公婆 都来了 你不出来啊 瞟一眼 继续打 连句话都不说 然后一打 打了半个小时 四十分钟 然后出来往那儿坐 然后呢 这全程都是尬聊 我和他姥姥 还有他小姨 哎 其实个甜不错 哎 可不得 其实个太阳拐度 木牛啥韵彩 就是聊些这 等了半个多小时 这我爸全程了 给他老爷递根烟 他老爷了 碰 就一口 刚点着就吸一口 连扔了三根 然后我爸也不给他递了 哎 吸吸不吸拉倒 然后他老爷张开嘴 第一句话就是 哼 能是整周 哪弄存呢 过来全的 媳妇的 就张口就是 看不起你 你算老几啊你 你配不上我家人 全程 他们全家人 都是这样的一个 对我的状态 听明白了 他希望我媳妇嫁给一个公职人员 政府机关 这这这种上班的 啊 有稳定工作的 不像我这自主创业呀 还学了是艺术 然后干了还是艺术行业 他有点看不上 然后用他的话说 就是已经给他介绍了一个警察 然后他相不忠 相忠我这样了 说人家要啥有啥 要啥给啥 行 什么那么的 听明白了啊 哎 后来到底下了多少聘礼 我特好奇 没有给我家人 只给了我俩 对 只给了我们俩 给多少钱 没有他们家人想象的那么少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哦 然后这个钱是用来我们俩的 自己这个装修房子呀 车拉扎呀都有 哦 说白了就没给人家下聘呗 给他妈了一点 一点是多少 按郑州的规矩给的 按州口的规矩打折给的 对 按郑州升级给的 哎 郑州升级是个什么规矩 给了两万吧 你直接说就给人家下了两万块钱 聘礼不就完了吗 那不是聘礼 那是就是我们去取的时候 需要搁到篮子里头 那两万块 你臭小子 听明白了啊 他说的这些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是不是觉得有点受加班气啊 有点吧 哎 真是娶了两年之后 都没回家看看去啊 没有 不想 啊 真不想 有啥说啥 真不想 那他心里会很难受吧 会 就是顶多就是我自己回去 然后去了之后 姐姐姐夫他们都在 然后 哥哥或者是嫂子也都在 就只有我一个人 那家里面会不会说 确实这小子是嫁错了呀 就是我一回去 他们就很热情的问 哎 孟奇怎么没回来呀 哦 就是自从我们结婚之后 这个 他们都不会再跟以前一样了 因为之前也是感觉我年纪太小了 毕竟当时我还没有毕业 嗯 谁知道我们院还有一个和他同班同学 嫁给了比我还大一岁的那个哥 现在孩都比我们的孩都大了 啊 你们还有孩啊 啊 都有了 有了一个小女儿 女儿多大啊 一岁 刚一岁 挺幸福的 还可以吧 那你还嘚瑟 我 我没嘚瑟呀 你占尽了人间的便宜 然后你跑到这来诉苦 我还这么欺负人家 也不是 我 我 我不是说不愿意给他家和好 我是觉得他们 咋说了 我 我愿意见和他妈 他爸 我们都关系挺好的 只不过他非得让我回周口 他的老家 见他那些群姨啊 姨父啊 我不愿意 那为啥呀 就是因为他们没给过一次好脸 算 从始至终 喝喜酒的时候给好脸了吗 没有 喝喜酒的时候给了呀 你快给了 喝喜酒当天还敢闹了 这不好那不好 这不好那不好 当时一点点的历历在目了 你一点点 温你的心 其实说白了就是 看不好你 对 想不上你 没错 觉得你礼数不周到 不就这点事吗 还有就是觉得我太小了 害怕耽误我学业 害怕以后不好找工作呀 你以前一个骗子怎么办 认为你是个骗子了 对 一直认为我是个骗子 现在还认为你是骗子了 现在好多了 就是经过了解之后 就已经知道了 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等到结婚的时候 也就都来了 也都看好我们了 后来也都开始希望我们能好好的 然后她翻车了 我跟我丈母娘关系很好啊 看吗 她来郑州啊 我妈不会开车 她每次想见小孩都得自己坐上车过来 那车也特别挤 那车也特别挤 特别难受 您不咋不接一下 她不愿意回去吗 这结婚以后和结婚之前这男人变样了吗 结婚之前也没有感觉到 因为当时是我跟她一块力争要跟她在一起 然后我也跟她一块没有回家 但是结婚之后我就很想能两家人一块幸幸福福的吧 但是她都不愿意跟我一块回去 这这爱老婆吗 哎呀 我没有不喜欢她父母 我就是不喜欢她娘家人背后的那群娘家人 你又不跟他们一起生活 是啊 那所以嘛 主人你说这句话说的特别对 我又和她不一起生活 我为什么要回去看她 可是她需要 但老死不相往来最好 她需要跟他们见面 他们曾经在她的成长经历当中帮过她 服过她 对 难道我们不需要 她可以回去啊 我没有反对啊 你为什么不回去 我为什么要回去 你是她丈夫啊 因为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她都不给我好脸 我为啥要回去 就是假如说要是你见到一个人 她啪扇你一巴掌 第二次见她 她啪又扇你一巴掌 连续移植到你最后一次见她 她见你一次扇你一巴掌 你还要回去见她 倒回到两年前 包括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刚刚二十出头嘛 突然带了一个男朋友回来说我要嫁人的时候 那当然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冲突啊 干嘛那么耿耿于怀 你这样吧 你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听过那句话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是吧 对 现在可能她会伤心落泪 但是未来这件事情对她的影响就可能是对你逐渐失望 因为她会越来越觉得其实你就是没办法接受她的家庭 那慢慢的她的家人会对你的非议越来越多 那这个问题矛盾就会越来越大 那之后的日子怎么办呢 她既然是你的妻子 你娶回去了 就算你心里有再多的不甘心不情愿的 但你也要接受这个事实 那要如果你要没办法接受 当初你别结这个婚了 你不能你只要好的不要不好的呀 因为一个人的成长环境里面一定是好坏兼病的 他的家人出发点也是为了让他过得幸福 为了让他过得好 那一定会把关 可能这个把关的方式是让人有一点接受不了的 可是你要看到他们的出发点 是不是 谢谢 你觉得自己都占理对不对 不是 那你哪错了呢 我从始至终都是错的 明知自己错不敢 对 为什么 为了我心爱的姑娘 我就算错一辈子我也得这样做 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家 要说我听着他们家的话 我肯定取不了我媳妇的 我早就放弃 但是我不 也就是说当时他背后的遗和旧 他们认错人了 我不是那样的 我会百倍的对我的老婆好 对不对 对 你一边在说看我们多幸福 当时你们认错了 你们错了 对 另一方面在这件事情上 你的老婆是深受你的折磨的 他希望你陪他回去 希望真正的说你在他们身边 你是对的 而让他们真正的愧疚是在于你的行动 而不在于说你跟他们就这点小事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跟你父亲有沟通过吗 春节的时候 我的公公婆婆已经都想好了 带着我还有她 还有我们的孩子一块回家 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但是 是的 她就不想 不给机会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您很冷 她在这一点 她幸福吗 她哭了呀 不要让这个错越捅越大 好吗 就这样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 来 海老师 我要认真地批评你啊 好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人能够感受得到 当初你妻子的娘家人为难你 不是真为难 他们是担心 他没有学校毕业一个比他大挺多的男孩 是不是会对他真的负责任 而现在我看起来你的表现 你可真的是欺负他 你不要笑 真的 我觉得这姑娘少言寡语的 就真的让你欺负了 就换成稍微厉害点 姑娘 能让你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 因为这样一件小事 当初这个 娘家人 很多娘家人是会为难新女 是的呀 你没听说过吗 但你真的把我女儿娶得对我女儿好 当初多难听话说你 以后就多好的状态对你 女生我想说的是啊 你也愿意听他的对吗 但是你看 现在因为回娘家这件事情 他就这样对你 等你将来再有点别的事情 不顺他的心 他会怎么对你 在我们听起来这么小一件事情 他居然都不能顺着你 那还是能有够 好吗 我希望你快快成长 我希望丈夫 能够在这件小事情上 不要再较真 更善良一点的对他 更尊重他的家人 好吗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这好男人呢 首先第一点 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委屈 你爱他说得很容易 但其实爱无极无 非常难 你开始上台的时候 你说的那些哇啦哇啦哇啦 我就在一旁听着啊 尤其说到他老爷把那个烟 扔三次的时候啊 我就在想那个场景 如果是我跟我爹在那儿 我也受了 那后来就越听越不对劲 其实你在说他们家那些人很没素质的时候啊 其实最伤心的是他 你看不起他的出生嘛 那我也在想 这么一群没有素质的亲戚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知书达理 在场上表现得很闲静的一个女生 因为一个人跟他的出生是分不开的 因为我不相信是那样的一帮亲戚 能够培养出这样一个孩子 因为你是单亲家庭长大 这些人在你的生活当中 多多少少扮演一些温暖的角色 很重要 我不相信你的老爷和你的那些 他所描述出来的 在他认为特别粗野的 不讲道理的这些人 能够培养出你这样的孩子 我觉得他们内心身处 应该是有自己的忠厚和本分 你的丈母娘 老远跑来 看自己的外孙女 主持人问说 为什么要自己坐车来 你媳妇都没有大胜手 很委屈地说 她不愿意接 她都没有那样去指责她 我认为 她母亲给她教育的涵养很好 她都没跟你吹胡子瞪眼 什么都没有 你就看在这么一个低眉顺眼 小心翼翼地祈求 你不要让她孤单引之的 在那些曾经她的生命当中 扮演温暖的角色的人面前 表现得自己过得不幸福 你都应该 装孙子都应该去 就为了她 不为了别人 你都应该去 难道不是吗 你口口声声说 我很爱我的媳妇 我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让他们都觉得自己瞎了眼 其实我是个很优秀的人 有什么用呢 你连这一部你都卖不出去 你连这个头都低不了 我还渴望你能拍出什么不朽的作品 导演最应该熟知人性 我说的是真心话 就你一上场 哇啦哇啦说那些 我特生气 我说这这个娘家人太没素质了 后来她一说话 我马上我心就软下来了 然后我就在想里面的这些事 我发现其实真正的傲慢是你 而他们的家人 在最开始对你带有偏见 但最终依然把她嫁给了你 他们之后 我认为是没有偏见的 否则的话就不会一次次地问她 孟琪为什么没来啊 那新来的姑爷为什么没来啊 她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呢 你明不明白 你就为了她 你这一步都做不到 我们真的很难相信 你能这一辈子对她好 放掉你内心的傲慢 明白了就自己去做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她的未来是什么样 你想过吗 你给人规划过吗 你可以问她 规划过 那这点小事你能做好吗 不行 这样吧 从今往后啊 公公婆婆 大伯大叔 姑姑这条线子 咱也不来往了 行吗 没让她来往过 咱们从此以后不再来往了 可以 那就毒吗 可以 你这些人都不认了 不是 她愿意去就去 她不愿意去就不去 我从来没给她商量过 所以有道理了是吧 不是 你看 永远都是我没道理 不是 我问你 永远都是我没道理 是不是 咱们来着吵架了 对吧 是 是 是 你就这么说吧 对 今天他们家的亲人怼着你的鼻子 把你骂死了 你还娶不娶她 我肯定还娶 为啥 因为我当时跟俺媳妇商量的好 我跟俺媳妇俺俩 你不就把她给蒙了吗 可以这样说 我骗了她 行了吧 我骗了她 她说了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所以 这就是我们说的 都觉得我是骗子嘛 不是 全世界都这样觉得 你看你看 我就是这样 不是 怎么了呢你 我就是不开心嘛 因为到这个话题没法聊 你是骗子吗 他觉得是我就是 他觉得不是你就不是 对 无所谓 你是全心圈要对她好 对吧 那你问她她幸福吗 你问她你这种状态她幸福吗 你问她嘛 我们不说 你说 你还真的逼问她 那你让我咋说哥 你就别说话了 那我不说话 好了吧 我扭过去 你这个时候你逼她说话 你让她说什么呢 那你说我咋说 你说我说也不对 不说也不对 就是不说话 听着 我不乐意听了 不乐意听咱不听了 我生气了 生气就生气吧 行了 最后总结一句话吧 生活里面咱们豁大一些 为了爱受点委屈 也没什么 觉得不感同身受 就不感同身受了 你就把我们都当成她的亲戚 我们还步入她亲戚的事情 没那么亲吗 录完节目就不见了 你就记住一点 以后别让她委屈 别让她哭 让她真觉得幸福 你骗全世界的人都行 你骗她一辈子也没问题 她开心就好了 来 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我没啥说了 你说吧 其实我心里的感受 你应该都知道 但是你可能不愿意去 存了一些什么 请开箱 是什么呀 结婚证 我觉得我这辈子 办了最漂亮的一个事 领了最棒的一个证 就是和我媳妇的结婚证 女生放的是什么 日记本 记录了我们 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希望以后记得 永远都是快乐的事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你看你看 你看你那傻不垃圾的样 我知道你很幸福 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 她妈不容易 孤儿刮母带到她 所以你就看着她和她妈 两个人的面子上 你不回去 让他们俩在家里 真的没面子 没关系